三十一 《蘋果日報》 發夢聲觀 2015年7月26日 名彩論壇 E04G.G.西宇佐丁山兩位問責局長突然辭職 頗令人惡然,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素來極低調 該局亦是實務機關,管公務員薪酬調整 人員升遷、調動、招聘、退休等等 與政治無關,除非發生特大醜聞 否則無議員、無傳媒會向公務員事務局給壓力 相對其他日日面對政治化,民間批判忽悟 D局而兼A任何退休奧坐上鄧國威這個職位 都會安響高薪,無驚無險就做完五年任期啦 為何鄧國威要提早送人呢? 他說是因為預計不到的家庭理由,需要更多時間陪伴家人 通常你個理由往往是本人或親人忽苦 D出現問題播X笑,那就令人蠻色啦 希望只是一句善意的謊言 接任人是張雲正,現任海關關長屬D六級 做官要講官運,張局長以前在爭特時期 被派往為尤正處做處長,此職是閒職 好多時是退休前最高職位 怎知他突然會一個理由翻身 調任權責更高口關關長,現在更由D六約升三級為問責局局長 五年前他都會發夢不到,如命該如此,旁人無謂眼紅 至於根正苗紅凡焦W.成 1998年加入中央政策組,秀曾特委任為民政事務局局長 梁特請他連任,掌管民政文化二有八年之久 照計地位穩如泰山,無人可挑戰他 2017年選舉後,假如他要繼續做 北京肯定會支持,這個即為關乎民政、民間事務、文化統戰 斷不能用一位自由派及港英為官去做樂 故此曾德成一聲樂意退休 連他阿哥曾慾成亦各差異 梁特立即找民建聯強硬派劉剛華接替, 梁粉網頁跟著專述消息人士,唱衰曾德成 這樣就揭露出真相其實是梁特清除異己或瘀血 難怪他宣布時笑得好開心,劉剛華出身模糊,初出道士 是港同盟,民主黨前身,人馬,其後逐漸露出真身,乃是民建聯外圍 專門專心在沙田公屋區展開工作,有龐大級選票力量 2012年競選議員意外落敗,就被組織保送成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 看著拍著譚致元局長去搞政改,現政改失敗,其任務完成,本可投閒置散 怎知曾德成突然退休,於是劉剛華可以冷手撿個熱尖堆,更上一層樓 為何推動政改失敗都可以升官地順落? H.看微不猜,畢竟曾德成年紀佔大,副手許曉輝還善年輕,而且這位中大小師妹未必夠辣, 有一向願意做藍頭率播 B.江華接任,政客梁特路線,如不出差錯,梁特在2017年連任 劉剛華可繼續引人腳領高身,古語有雲,適時無者為進極 劉剛華從政多年,不紅不黑,勝在適漢風洗 做法學 tak為意 Fox 4 引路剛華可 因為劉剛華可